阿爸 阿爸呢 二姐要吃费了 他还在做工啦 你先进去吧 那一天 我终于了解 阿爸的一切 小的时候 阿爸常跟我玩 跟我很亲 可是后来 阿爸 阿爸 这么晚啊 还没睡 去睡 等了一整天 就讲那九个字 你赢了咯 那我就一个字一个字 跟你来算 阿爸 早 快点吃啦 早吃到了 阿爸 看这个 嗯 我等一下才看的 好了 早点回来啊 不要 阿爸 阿爸 去问你吗 阿爸 去问你啦 去问你啦 唉 好烦喔 找找家来 来 来 真的他没办法 好不要讲那就算了 我也不想讲 唉 讲罢了啦 其实我好想念那个什么都讲 什么都听我说的阿爸 好想回去以前那样子 你还想真的剩几多offer啊 哎 他们怎么了 哎 你看你啊 做工业业业来 好心理啦 换份工作啦 我们可以搬去 比较小的屋子嘛 阿哥其实 读大学未必要在外国的啊 在这里也是有很多很好的学校的 你做么这样辛苦 给他来啦 行啦 拆了笔笔啦 我现在才知道 阿爸什么都没说 却做了很多 换备了啦 收好了 嗯 时间过得很快 还没收拾好心情 就要收拾行李 那一天终于来了 我还有些话 想跟阿爸说 可是 阿达呢 二姐要吃费了 他还在做工啦 你先进去吧 到了 记得打电话给我啊 可以拍拖啦 但是 不要找阿摩啊 手机不会知道 他해도 тер Ping 还有准备了 好 你 爸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一天 我终于了解 阿爸的一切 他什么都没讲 可是 我都懂了 原来 他一直都在说 直到现在 我才听见 我一定是不懂了 我心里的 准备 大家 我冲了